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 国阵这次成绩不如以往 多名部长及候选人相继落马 马华总会长兼原任交通部部长 纳都斯里廖中莱 无法守住文东国席 对此他发表文告指出 马华上下都会尊重人民的决定 接受大选成绩 马华将在明天召开中委会 即使广义 深入检讨本届大选的成绩及影响 并制定该党未来的方向 另外同样落马的民政党全国主席 纳都斯里马秀强表示 尽管民政党在这次大选的成绩不尽如意 不过他还是感谢在过去竞选期间 和以往协助过民政党的人民 该党同样会进一步检讨大选成绩 同样来自民政党的宾州国阵主席 邓章耀则表示 他这次的大选成绩比往届大选更差 因此他会从此退隐政坛 而乌亲团团长同样掩饰 原任亲体部长的凯里 虽然保住林茂国席 但他呼吁西蒙和国阵双方 应该和平转移政权 他表示虽然自己已经成为在野议员 不过他将会继续为人民的未来负责 此外彭衡国阵主席 纳都斯里·安南耶古也指出 他对这次大选的结果并不意外 而他表示彭衡国阵这次会败下阵来 主要原因是和候选人有关 若佛国阵主席 纳都斯里·卡利诺丁也承认国阵败选 他指出将会做好准备 确保柔州政权顺利移交 NPT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